Hello大家好 今天我来给大家制作一下 摩卡糊的整个基本的操作过程 因为有很多粉丝在留言里面 不知道怎么确定粉量 然后水量 还有打发奶泡的一些技巧 那我今天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些制作的一些小技巧 然后今天我用到的这个磨豆机 还是C40的磨豆机 差不多15格的研磨度 这样子会比较适合一点 因为我试过很多次 然后那个碳磨的话 粒子X的话用到9就可以了 从0到15格 5、6、7、8、9、4、11、12、13、14、14、15 然后这个研磨度的话 会比义式的稍微粗一点 然后我会放15克的咖啡豆 差不多15克是比较适合 因为太多了 我怕里面就是塞的太满 然后会造成萃取不均匀 15个 然后这个豆子我用的是 中生烘焙的豆子 为什么要用中生烘焙呢 因为摩卡糊的话 我们做出来的口感 中度烘焙以上的咖啡豆 它喝起来会更醇厚 更香醇一点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的话 浅的豆子能不能做摩卡糊呢 其实也可以 但是浅的豆子做摩卡糊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太浅了 因为摩卡糊它萃取的速度比较快 那么它萃取出来的话 它可能就是过于偏酸 它不像在咖啡机下面的高压 萃取出来那么醇厚 咖啡豆研磨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准备一下下壶的水 然后这个水的话我会用到60克 60到80之间的那个水量都可以 然后这个加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 不能超过这个阀门 如果超过的话 如果在高压情况下 它是没有办法卸压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粉呢就轻轻的从中间均匀的倒在这个粉碗里面 如果太多了稍微晃一下 得这样稍微拍平一下 粉的话就不会到处撒了 好这样就很nice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些 比如说随便一些勺子啊 或者手也行啊 给它压平 这样子在摩卡壶里面萃取就比较均匀一点 这个时候摩卡壶的下面一部分就已经操作完了 就可以把这个上壶扣上去 要扣紧啊 扣不紧的话它会漏气的 然后直接放在这个上面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杯拿铁吧 然后我们再拿这个奶泡壶准备一下牛奶 牛奶的话根据自己的杯量去选择 那我们今天用的杯量是300毫升的 那我用差不多250这样子 OK然后我们把它直接放上来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开关 好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啊 它这个摩卡壶呢 它会边加热 同时这个奶泡也是在边打发 然后也是同时边加热的 差不多整个过程在两到三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过程它会自动完成一杯制作咖啡的过程 好我们看它这个时候 这个摩卡壶的上面啊 有一点点声音已经出来了 发出那种吃的一下 就说明它已经开始在施加它的压力 然后开始萃取 刀出来了 OK OK了 这时候做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摩卡壶直接拿下来了 然后这个奶泡壶也可以吧 就直接拿下来就行了 然后我们马上把这个咖啡液倒出来 这个时候它的油脂就非常的丰富啊 然后我们打完奶泡的话 最好这样晃一下 晃一下的话 它的那个奶泡会更加的绵密丝滑 然后直接就可以开始制作拉花了 这个奶泡还是比较厚的是吧 嗯 稍微一点厚 好这样就好了 然后这样整个过程的拿铁就制作完成了 整体来说就是奶泡的绵密度还是非常棒的 然后呢 只是它的厚度会厚一些 所以说如果要想说薄一点的话 就可以把奶泡刮掉 因为像它这个是自动打奶器 它不像我们就是说 一式咖啡机上面 那我们是可以控制到它的薄厚度的 那么自动的话 它可能就是它也没办法去完全控制到那么的极致 就是打得越久它感觉会越厚对吧 对的对的 嗯 这个的话它其实它 嗯相比这个半自动的玩具机的话 它的出品比半自动玩具机要稍微的 嗯 我是觉得更有优势一些 因为它这个出品的话 其实很多人在家里面它都是奶泡打不好 但这个它的奶泡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嗯 嗯对绵密度上面打的就很好 然后可能稍微厚一些 但是它不影响喝 喝的话它的这个奶泡还是很丝滑的 其实是刚好的 我觉得是做一杯拿铁这样的厚度也其实也刚好 如果太薄的话 我们就是喝到嘴里面的时候 它的奶泡是感受不到那么丝滑的 毕竟不像商业咖啡机那种手动打出来的奶泡那么绵密 所以就是说它稍微要厚一点才能感受得到 但是你想吧 在家里边就是那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像咖啡师那样打得好吗 对 大部分人打出来都是粗的一皮 嗯 好 这一整个拿铁和这个摩卡糊的制作过程就这样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